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Ditor 那你點進去之後 有兩個版本 您要用32、64都可以 那如果你不確定你的電腦到底是32或64的 原則上運期以上是64啦 可是如果你不確定 你就直接用32,反正都同用 不會說因為64就不能執行32 好,那我進來之後呢 裡面就有一個執行檔 這個免安裝的 免安裝的 所以你就把它點兩架就執行了 好,點兩架就執行了 那麼執行了之後呢 右下角 應該會出現跟我一樣 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一個這個圖 這個 好,那 我給你看一下 其實我剛剛的過程 通通有留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call的資料都在 欸,你們不覺得 微軟很偏心嗎 剪貼物真的不好用啊 微軟的剪貼物確實是不好用 是不是只記錄一次而已 第二次他就很健忘喔 他就永遠忘記永遠忘記喔 可是他有對一個軟體特別好 就是office office有多重檢貼部很久以前就有了 對不對 你看很多偏心 其他都要底釘到代 平台我家的 所以我對我家的特別好 那這樣很不公平 而且你看喔 我們除了這些內容可以重複死亡之外 你都會搜尋你請對吧 欸,剪貼部不能搜尋嗎 都你的資料咧 網路上找不到的喔 所以我今天如果我要找 比如說像我剛剛 好 白 白板 有沒有就有白板 跑出來 還有關鍵字 為什麼你用的剪貼部不能找 需要啊 有時候我就比較多 需要找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你看這邊 這樣 是不是好用很多 那你可以隨時重複使用 而且怎麼樣 下次開機還會在 對啊 要啊 你下次開機 你有辦法每天都把 今日是今日幣嗎 如果你是這樣 我也很佩服啊 可是有些東西是不是有可能 最近常常用到 你就可以把它 重複使用啊 那我就可以 像這樣 比如說我在 剛錄影也好啦 或者是說 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要找關鍵字 好我在這邊 我要打關鍵字 我重複使用 點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還是你要覺得重新打一次比較有高尚 的那個情操 因為我每次都重新再來 這樣不是比較快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你剛執勤了之後 我問一下 你們的是變中文來練習嗎 確定你們的版本 但是沒關係 你先試看什麼東西會經過檢驗部 文字 圖片 檔案 大概這幾個而已吧 還沒有超過這個以外的 沒了嗎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複製幾個 啊 包括你的文字也好 圖片也好 就找一找 看看有沒有 複製一下 看哪些文字 我就把它複製一下 這樣子 你再點右下角這裡 再點右下角這邊 點它一下 用滑鼠左鍵點它一下 你就會看到你剛複製的內容 有沒有找到 好 那 因為呢 如果這個軟體 沒有特別指定 它是會收到這個裡面來 對不對 請問要怎麼把它拿出來 你不要 你不要這樣子喔 你看喔我現在是這樣對不對 請你 按著它拖曳拉來外面它就出來了 相對的如果你不要的話就把按著拖進去 這樣了解嗎 你不要再來制定那個溝 這樣子會造成你的困難 我都只介紹人性的東西 我都沒有介紹不人性的 呵呵呵 就拖來拖去就好啦 真的真的 所以 因為執行了之後 在那邊 你看我就把它丟出來 有沒有真的出來了 它就自動在外面 那 你點開它 點左鍵它就把你剛剛複製的 都列在裡面 都列在裡面 那 我怎麼確定到底是中文還英文 你可以在圖示上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我的是英文 你們是英文嗎 中文 好那我改中文 呵呵呵 因為它有內建語系 你按右鍵選項 有沒有 Chinese 好確定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右鍵就中文了 那麼其實這個軟體各位回去之後啊 你先按選項這裡 回去之後其實你預設要做的就是勾起來 因為系統 執行的時候是不是要開始幫你收集你的檢介簿 不是等你想要用什麼時候再打開 對吧 這樣 它會把你自動收集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請問檢田簿你覺得需要的 幫你記住多少個 預設100個 夠嗎 不夠對不對 你可以再增加 1024 2048都可以 但是太長 有時候 你也會有點困擾 呵呵呵 好就就看你啦 就看你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先把它設定一下 這樣子的話 你回去呢 它就自動幫你收集 那麼如果你想要重新使用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像我們這邊一樣 今天如果你在這個 這裡 我需要用到 什麼樣的 圖片 或什麼樣內容 都都兩下 圖片這個好像進不來 哎呦可以 有沒有 我都都兩下 你都都兩下 在這個 縮圖上面 如果你是COVID圖片的話 你都都兩下之後 它就會變成你現在檢田簿 的那個內容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做貼上 像我剛剛在這裡 你看 我另外一張 好現在有沒有進來了 那你就可以自己移動 看你要放到哪邊 這樣會不會很過分 你要想看看啊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功能的時候 你常常都是要回 回去 溯源嘛 你們常常在 找那個源頭 我跑到Vidoo以來 萬一那個網頁或那個文件關掉了 你應該知道你要做什麼事情 重新再回去找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如果有記在這邊 其實我這個字需要 都都 有沒有就出來了 就很快 那 那這是其中一個功能 其中一個功能 萬一如果這個內容 你複製了 什麼叫這個內容 你複製可是 有變 比如說你看我們最常見到的是這樣 你複製 低溫要來了 你看 在這裡 如果我們剛剛那個 生活的 平常我們如果把這個文件把它複製起來 其實 平常各位都是用這樣複製嗎 我剛是做錯誤示範 我平常是這樣 還是你覺得這樣比較有sense 你們怎麼 你們怎麼都這樣 好奇怪 我們都這樣 真的啊 握著裡面就有這個功能不是嗎 點一下 兩下 三下 會有不同的 我們在網頁上面 網頁上就 一二三就好了 一二三 一二三 我真的只有這樣 我只會一二三而已 所以 一二三就可以把整個段落選起來 因為它每一個都是一個段落 這樣了解 都都都 你如果點兩下是一個詞 都都都 對不對 有加音效比較聽得懂 好我就複製 可是 有可能你複製的這個內容 就是複製的內容 也許中間這段我不要啊 你了解嗎 但是這個時候通常你如果複製剪貼步 你就是貼進去再改 貼進去再改 對吧 但是呢我們剛剛這個功能 就低頭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把那個 內容 我在這裡 你直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編輯 剪貼 你就可以 自己進來這裡面去做編輯 把正確的 決定好 比如說我這一段我就是不需要的 那我就把它刪掉 存檔 下次你貼出來都是正確的 這樣OK嗎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常常用的 比如說這張圖片我最近常常用 因為我們剛剛是紀錄100個 如果超過的就 從最舊的會移除嘛 你可以按右鍵告訴他這個我常用的話 有沒有永不自動刪除 有沒有多一個信號 對啦 信號 這樣子的話呢就不會 隨著那個什麼被刪掉 可是他還是會因為怎麼樣 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把它選起來 好那這裡我也把它複製起來 因為我增加兩個 有沒有被擠到比較下面 如果你有某些比較常用的你可以把它置頂 有沒有黏貼在最前面 這樣就不用擔心被擠到下面去 就是最近常用的就 放著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好相對比較簡單所以 你在找資料的話就比較容易 不會太難 可是對工作對生活有沒有幫助真的有幫助啊 像這種軟體很奇怪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可是我是用很久的 好就是我們在生活上我們蒐集資料什麼也很方便 那下面我們剛有試過的搜尋嘛 就是 你就可以針對你這些內容去做搜尋 當然你下次開機這些資料就是會在 實際上他可以做更複雜 他有群組啦 甚至 同一個區域網路裡面我還可以傳給同事 如果他有在用的話 有點像那個 通訊軟體一樣 我這個剪貼我弄好就傳給你 這樣也可以 只是說看你要不要用太複雜 那麼 他在這邊 還有一個大家會遇到的就是這一種 我們如果把Office打開的話 比如像這裡是2013 你打開一個新的文件 我們 會遇到一個情形是這一種 我今天把這些內容複製過去了 你看 這樣複製對不對 請問你 貼進去之後會怎麼樣 格式會不會帶進來 你覺得會不會帶進來 會 所以以往如果說你只要純文字 像老師有在寫程式我們就常會需要 就是只要文字就好不需要那個 額外的格式的時候 通常大部分大家第一個印象就是把這個打開 在裡面汆燙過濾一下 因為這進來之後就沒有格式 但是到一定要這麼麻煩 不用 我剛才有來 駕車沒聽 來家 我看一下 這裡 按右鍵 特殊貼上 有沒有 貼上純文字 這樣你貼進來 等一下 不是這個 是另外一個 這裡 特殊貼上 這樣就只有文字進來 這樣了解嗎 他包括你那些圖啦 格式都會自動裂掉 所以就不用那麼麻煩再跑去打開這個 所謂的記事本來用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啦 好